李夫斯來為我們講到 他要為我們講到的就是 為主預備道路 那在這之前我們先恭喜李夫斯 因為他這個月子要結婚了 這次來為我們恭喜 謝謝 恭喜 恭喜 我們歡迎李夫斯 各位親愛的永福教育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非常高興能夠在今天又來到我們當中 上次我來的時候還是傳老實 然後我在10月28號風 所以就是在今年的當中 然後月底要結婚 其實對我生命來講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意義 因為雙喜其實在當中 其實還有有喜悅 但是也有更多是責任以及 以及愛與負擔 在這當中你自己知道說 有很多地方需要做調整 但是在這當中有很多地方 有上帝的一點才可以 一步一步走到上帝所帶領的道路 那今天特別是我們是代降節的第二主日 在代降節第二主日當中 在基督教節期當中 其實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雖然我們在外面看到房間 聖誕節就是可能是鼓勵大家消費 鼓勵大家聖誕大餐 但是在我們基督教節期當中 非常重要的是說 在聖誕節之前從12月或者是說 11月最後的禮拜開始 上個禮拜是代降節的第一週 這一週是代降節的第二週 我們是要用什麼樣的心情去迎接 去思考耶穌來到我們當中這樣的意義 通常我們有 如果在這教會當中 我們會點蠟燭 所以代降節第二主日 點了第二根蠟燭 它的意義是什麼 在我們的週報當中 如果你有機會 可以翻到我們的週報的第四頁 代降節的第二主日 它的主題是信心 但這個信心當中也是一個預備 這個預備的意義跟信心的意義 在這經驗當中 我們透過今天的經驗 以及我所看到的 我相信主在這當中 將帶領我們與祂一起 與上帝所設立的這樣的一個愛的恩典 以及耶穌基督的救恩 我們充滿這樣的信心 但是我們也預備我們自己 來迎接主的降生 我們一起來祷告 在愛之中 四下盼望的主上帝謝謝你 在十二月我們進入代降節期的當中 特別是在今天代降節第二個主日當中 主你讓我們學習信心和預備的功課 等於主透過你的話語 也從我們所看到的所聽見的所訴說傳講的 以及從我們心中 主你聖靈所感動的 派領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的當中 去迎接用信心來預備主 你降生在這個世上 比對於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我們生命的應許 以及從主你的降生 所帶來給這個世界 給我們人間人類 給我們全世界全體受造物 的那樣的一個公益慈愛 信實 聖結 真實的盼望與拯救 我們這樣祷告 都奉出耶穌基督聖明 今天我們讀到聖經非常特別 它提到的其實就是信心和預備的典範 其實耶穌的降生之前其實 如果我們透過我們今天讀的聖經 錄下福音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它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過程 它是一個有預備的過程 但是在這個預備當中 我們所看到的 承受這樣預備的人 其實他付出的 可能是他生命當中的調整 以及他生命當中很特別的一個代價 撒加利亞的預言 這個撒加利亞是誰 如果我們今天看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7節到第79節 其實這個故事就講比較長了 講比較長 我們剛剛有讀《使徒信經》 《使徒信經》有一段話 非常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去領受 叫做從什麼 耶穌的出生是從什麼 童真女瑪利亞出生 很多人念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會不太相信 什麼耶穌的誕生會是從童真女瑪利亞 在這當中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信心的功課 同樣這個信心的功課 考驗到某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撒加利亞 因為在《路加的筆下》所談的耶穌的降生 他不是突然間來的 而是有一個預備的過程 那個預備的過程是什麼 包括撒加利亞這個人 撒加利亞是怎麼樣的人 如果這樣來講 在耶穌還沒有降生之前 如果往前揮大概二、三十年的時候 特別是在今天的《路加福音》 他之前有記錄到撒加利亞 他是從哪一年出來的 是從有一個人叫西律做王的時候 就是西律大的西律做猶太王的時候 大概是公元第四年 或者是你這樣講 公元第四年是現在推測 如果耶穌的降生叫做公元一年 或者是等等 他是在之前更之前 有人說耶穌的降生 真的叫做公元六年 那不管 大概是在那個時候 在耶穌降生的之前 之前撒加利亞領受的一個 他在 他在聖殿 在服飾的時候 他本身是祭司 他遇到了 這一幅畫其實是一個俄羅斯的 的一個畫家 他畫的 在十九世紀畫的 撒加利亞 在聖殿服飾之後 天使跟他講話 他不相信為什麼 撒加利亞跟以麗莎白 他的太太年老啦 年老 沒有小孩 結果 這一個 天使 他跟他講的是說 欸 你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娶你 叫約翰 而這個約翰是什麼 濃酒烈酒都不能 都不能喝 但是他要怎麼樣 許多人 避主 許多人 因他的書稱 要喜樂 他在主面前 將為大 他要怎麼樣 他要守在主 他將有以麗亞的精神和能力 走在主的面前 叫父親心歸向兒女 這怎麼樣 好像就是 撒加利亞生的小孩 他即將會 要誕生的這個主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 從 路加福音 還是我們理解的當中 耶穌會誕生 前面有一個人叫做約翰 我們熟悉的這一個人叫做 施喜約翰 就是撒加利亞的兒子 但是撒加利亞他本身身為器師 他聽到這句話之後 覺得 這一個天使 根本是詐騙其妄 我這樣老啊 我太太很老了 我怎麼會生 因為他的不太相信 結果 結果天使 透過這樣的話 就讓他怎麼樣 熊熊怎麼樣 盡聲不語 這一個人 到約翰出生之前 不能講話 啞巴 為什麼 這個當中其實 就已經很有明顯的 跟你講這樣的話 其實 為什麼 一開始就想 就是說 從傳 從我擔任傳道師到牧師 或者我要結婚的這個過程 他是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也有很大的責任 是什麼 有些時候 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事情 但是你要去承擔他 你自己都不太敢相信的事情 但是他將要實現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 連你自己都不太敢相信 其實有人很明確的跟你講 這個是什麼 有些時候 所以在今天的當中 耶穌誕生在我們當中 他替我們死 不活這個是很明顯的事情 但是還是很多人相信 這個是信心的功課 包含連祭司的本身 跟上帝那麼親近的人 他都要領受這個功課 甚至在這當中 就是因為 他自己 內心當中 還有一些需要調整的地方 其實非常特別的 他就近聲不語 但是呢 我們今天讀的是 第1章67到79節 其實就是 撒加利亞的兒子 約翰 後來的施洗約翰 這個人呢 這個人怎麼樣 這個人 誕生第八天的時候 他就照以色列人 照西伯來人習俗 他要行戈禮的時候 第八天的時候 這個撒加利亞才講話 他來講 去訴說 這一個 約翰這個孩子的使命就說 孩子呀 你要成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走在主人面前 為他預備道路 你要提主預備道路 他的責任何其沈重 雖然你有先知的負擔 和這樣的護照 但是這個當中 身為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也是 一直都是非常精熟的 猶太的律法 精熟的上帝的使命 在他的生命當中 成為祭司的職奔當中 付出一生 而他的孩子 即將為主預備道路 這個是何其容量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 約翰的父親撒加利亞 在這當中 也認為他自己的責任何其沈重 包含他自己 在這個孩子單身之前 他得要經歷一個信心的考驗 重新在上帝面前 重新的安靜沉默 或者是說他無法言語 或者是說他重新去領受 從聖靈來的感動的時候 去接受這個事實 而擔任先知 其實不是一件法案的事情 如果你說先知 舊約時代先知 每一個人 如果用我們人的下場 來看都不太好 來先解密一下 約翰後來的下場是怎麼樣 約翰做了很好的事情 但後來是被怎麼樣 被殺頭 被殺了個美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被剔頭獻給西律 來當成禮物 所以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在這當中 這個是一個喜悅 但是也是一個信心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的 生命的應許 他的預備 當然在這當中 從撒加利亞的預言當中 再一次讓我們 有一個很重心的 從他的口所講出來的 代表一種信仰告白 到底我們所相信的上帝 上主是怎樣的上主 所以他將才來到 我們當中的那位主 有這樣的特質 我們從今天的聖經的當中 很簡單來看 可以歸納聖靈 他是一個怎麼樣 眷顧百姓 眷顧人民 但是他是實行救贖的書 請注意實行救贖的 救贖的那個字 事實上那個字不能亂用 為什麼 因為講到那個字 其實特別是在 路加福音寫的 寫救贖的那個字 除了是從 撒加利亞口中講出來 是上帝對人的救贖 但是那個其實 是很政治性的字 如果簡單來講 他類似是怎麼樣 前陣子我們都在選舉 那有一些地方說 即將要怎麼樣 翻過來 類似這種意思 即將要翻過來 他說施行救贖即將翻過來 那是怎麼樣 如果從一般人聽 可能會以為是政治性的翻過來 但是他所用的這樣當中 是說 上帝對人的救贖是怎麼樣 從頭到尾重新翻過來 甚至造成這個世界很大的調整 第69節我們看到是他 他提到的又一個很特別的 在這當中有拯救的腳 這個拯救的腳是什麼 拯救的腳 在他仆人大衛的家中 為了欣喜拯救的腳 拯救腳好像是一個那個牛腳 好像是一個號腳 或者是說在這前頭 帶領著我們充滿人力和力量 然後在第71節 他也說他拯救我們 脫離仇敌 脫離一切 恨我們之人的手 我們的主是拯救的主 而他的拯救已經領到 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而從撒加利亞這個祭司來講 非常重要的是說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救恩 不是只有祭司的這個階級 才領受這樣的救恩 而是每個人即將都看到這個救恩 而他所生的這個小孩 為了這樣一個救恩 成為耶穌在前 成為這一位 即將來到這個世界主前後的預備 在這當中 有拯救 但是很重要的是 在第72節 他向我們列祖師聯名 記得他的聖約 聖約上帝 透過耶穌基督 或者上帝本身 就是不斷的跟我們怎麼樣 立約 所以今天讀到這個聖經 特別回想 在這一年當中的生命中 有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 封立為牧師 在這當中 都有一個動作叫誓約 然後12月30號 要結婚 我的胃問題影響了 姊妹姊姊 坐在這裡 我也要跟他的誓約 但是這個誓約是什麼 約的來臨 其實在我們來看 是上帝心智論的約 我們在他的面前 他是誠實 信實 不會違約 但是人常常會違約 最近有一個人 惡性的 可以跑到國外 恢復奈奈 比如說做生意 開什麼醫美 結果發生惡性倒閉 人會毀約喔 會惡性倒閉喔 但是上帝的聖約 永遠不改變 甚至當人毀約的時候 他知道人實在沒辦法 透過他自己的獨生子 就是耶穌基督 定在十字架死 復活 去承擔這一切 他沒有跟我們要利息 也沒有跟我們說 如果你欠你錢 跑到國外 還要打電話 請美國黑道 華清班 開始跨海 通緝 如果我們每個人 被上帝通緝的話 條條死罪 但是耶穌替我們承擔這一切 這個是何其他的恩典 我們有這樣大的福氣 如果在這聖誕節節當中 我們再一次來到上帝的 立約與拯救當中 我們就知道這當中 如果領受何其他的恩典 在這當中 我們也看到了 我們要用聖結與公義 來侍奉他 而上帝 而耶穌基督來到這當中 也見證了他的聖結 在這當中 也見證他的公義 在我們 特別是在我們 會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最後 或者是我們基礎的答案 在上帝的面前 在耶穌基督的誕生當中 他有公義 他是有憐憫 所以在